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第一次见我是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你是怎样的印象 我们俩的表演 我第一次见你 反正你就是小孩 不跟你女生 我寻思一下这不是选男孩吗 然后怎么突然插进一个女孩 插进一个奇怪的 你对我第一印象 看到第一眼是不是对我一见都是什么 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很帅 我就说实话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呢 就是看起来你挺精神 挺二 是的 因为你当时戴的那个帽子 就是现在想起来的话 就是挺二的 然后当时戴着一个那个 花盒子衬衫的那种帽子 这样子反戴着 有时候还喜欢测戴着睡齐个 当时不是反戴着流行吗 然后当时我看你跳那个凳子舞的时候 我就陈陈的被你舞姿泥了 又是因为我的舞迷 我真没想到狗门又会这么的 那你来说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 没啥区别就怎么会变得 变得坚强 就不哭了 你不是又要一起打人感情 打人麦克风子 谁采访你吗 你第一次见我是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你是怎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你是怎样的印象 我们俩的表演 你来说说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感觉你区别就是刚才动了 就更加的活泼了 以前你没有腹肌 现在有了 你也说 有事 商业 商业互学 其实我想说 你想说 因为我们这不是一几年要回中国 然后我们不是来到北京了吗 来北京你们先去上学 加国哥 龙哥上学 还有齐哥 做一个回天津上学 然后咱俩再出社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可以 因为咱俩可以一起玩 对 因为那个时候 不是我们家长 爸 对 带着人 带着人 出去玩啊 当然后来到了一八年九月份 不是去上学 对 去 要哭呢 我来说吧 是田哥还在带我们的时候 然后田哥那时候对我们特别严 我们白天去上学 然后苏翔就在宿舍 上完课就练习 一直练习 特别枯燥 从早上八点起来 还有事 对 那我们下午 我们晚上六七点 然后回来 然后才开始异醒 对 真的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苏翔 真的很喜欢跟我们玩 很喜欢跟我们说话 就是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特别开心 就是每天回来 都在门口等着我们 哥哥们肯定有他们自己要干的事情 但我没搞了吧 就是年龄也比较近 他也能听得进去 就我会跟他说一些话什么 就什么都说 就一直就是 我跟你没什么 没有啥秘密 感觉我是 我是你 你是我 IoV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QQ音乐 然后自作Boy Story 剪开我们的IoV序专辑 购买 就感觉那个时候 就是 我跟狗 关系最好的时候 我现在不成功了 我不成功了 我就说 你现在就 关系也是 现在就友情破灭了 初夏完之后 我就跟狗一块去上学 然后也在学校认识了 不少了 一堆狗妹给我介绍 都是篮球的 我也 咋我要跟人家PK一网 我也打不过人家 我想起来就最有趣了 我们那天休息 然后叔叔带着我们跟狗 我去了 坐着地铁去了故宫 玩完之后 我们吃了 吃了饭 吃了饭之后 我们从那边 骑辣车 骑自行车 骑了五环 没有 我当时要私盘 当时我爸 我爸骗他 然后就说 故宫 那边在什么 在城内 在市中心 好像是 离我们的家 差不多 骑车要 三四个小时 然后骑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虽然没看电子 然后我爸给我看 然后才走了这么一点点 然后我虽然说 叔叔还有多久 快了 三分之二了 最后虽然实在不行了 然后他困了 然后我们才 坐着公交车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 晚上有舞蹈课 嗯 对 田辉叫我们七十天回去 我们六点还是 你刚才算骑得 算慢了 没有你 就骑得快了 我还记得你一次吃火锅 你跟 阿姨 哥回来跟我们分享 他多多吃 然后我加我哥 然后加我哥 我吃的还得到 吃了一千多 一千一还是 然后我新人吃了四五百 我真的 我当时还不是那么的撑 你知道吗 他一晚上之后 他出去了之后 好像还喝了个奶茶 我真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去吃海底捞 他把我人鞋给小女生 你等于见面里 给我了一个八个瓦 就是 哎 当时好像就是六一 好像就是六一吃的 对啊 然后 他送了我一个那个 赚的那个东西 对 送了四两个八米娃娃 真 谢谢你 我们俩是属于那种 就是 就真的聊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摄像头在这 就感觉的 没有名字 紧张感 就也不是 他们上紧张 就感觉 有人在看着 对 我们一般 就喜欢 没人的地方 对 就随便躺得了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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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后 少说话 懂 懂 懂 嗯 嗯 小小的眼睛 带到我们以后 今天的人模狗样 组的 谈话 对 就是狗模人样 就到今天结束了 欢迎您收看 下次 下次聊天吧 肯定会更有意思 那拜拜 拜拜 儿子 什么管 不能吃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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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遥到 我 我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